哈喽,大家好,今天是2024年10月2号,今天开始吃那个九王爷的树,希望可以吃十天啦,因为我人生第一次想要挑战这个,挑战自己啦,不是说想要许愿什么啦,挑战一下不了,好,今天继续学习一经的第六十三卦,水火,机器卦,还有第六十四卦,火水, 我先讲水火机器,机器,亨小力争,初级中乱,第一,鲁齐尾,夜齐伦无咎,第二,富山齐佛,无助,七日得,第三,高中法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,第四,须有意如中日戒,第五,东陵杀牛不如西陵之月祭,十寿其福,第六,鲁齐尾, 其手,令,令,不是令啊,令,好,然后呢,第六十四,最后一个,火水,危机卦,危机亨,小胡七级,鲁齐尾,无忧力,第一,鲁齐尾,令,第二,夜齐伦无咎,第三,危机真凶,力射大川, 第四,征集毁王,正用法鬼方,三年有赏于大国,第五,征集无毁,君子之光,有辅吉,第六,有辅于饮酒,无咎,鲁齐首,有辅施事,好, 到今天,第一,到六十四,我已经全部讲完了,做这个视频的目的,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正确的心态, 还有方法去学习易经,而学习易经最好,最有效,最笨蛋的方法, 就是先把所有的挂项,挂齿,摇齿,背起来,所以当你在背易经的时候,啊,你觉得会闷嘛,因为, 基本上很少人会跟你一起背的了,你就开我这个视频,然后你一边背,你一边听我讲, OK,然后你背错,你再,呃,就是,啊,repeat,听多一次, 然后你背背背背,先把六十四挂,全部背完先, 然后再慢慢分析每一摇的意思,再慢慢慢慢去分析每一个像的意思, 再慢慢慢慢分析每一个挂像图的意思,那么你就,呃,会终身受用,好, 今天做到这里,六十四挂,讲完,背完了,好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